哈喽大家好,我是路北,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很简单 就是作为一个常年熬夜,天天熬夜的一个人 是如何拯救我的熬夜烂脸肌肤的 如果你的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在视频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铃哦 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首先来你们告诉我熬夜你们最大气的事情是什么 对,没错,就是水肿和浮肿 我的蜜好多啊 其实水肿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解决 比如你头一天少回点水啊 或者是天下天起来的时候用一些仪器按按摩 再差一点还有咖啡因的精华来紧致你的面部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呢,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你脸是有点肉肉的 并不是水肿 我这样说好像很容易被打呀 我的天哪 我真的不是的,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说出了实情 所以呢,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第一样精华呢 是来自于The Ordinary他们家的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能够稍微去除我眼睛上的一些浮肿 但是呢,像我这下巴这些肉肉的话 嗯嗯嗯嗯嗯 那只能是抽脂了 这款价格的话非常便宜也比较适合学生的 每一次用量的话只需要用一颗黄豆大小 就可以抹整个眼睛 然后呢,如果你要整脸涂的话 我个人其实还是不太建议了 因为你涂多的话你整张脸就比较容易长脂肪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它太营养了吧 但是呢,如果你拿它单独做一个脸部去水肿的精华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而且这一瓶的话就真的非常的精用 你看我用了将近小半年的时间 它才用了一半 我记住啊,我是每天用天天用早晚都用的那一种 好了,我好像把我的秘密武器给你们分享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浮肿的肿眼泡 有一定的能力能够紧致你的肌肤 这样的话再试着 丘比特星期我拜托你们两个别吵,OK? 大米小猫猫猫又在打枪了,好烦哦 然后呢,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大米精英的小棕瓶修护精华 因为这个小棕瓶嘛,看过我视频比较多的小伙伴也就知道 这个小棕瓶啊就是有时候爱,有时候又恨 就可以说又爱又恨 它有时候的修复功能呢,对我脸上就特别的棒 就稳得一体的那一种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我把它倒脸上也没有什么软用 然后这一瓶的话也快是一个公瓶了 这瓶的精华对我最大的作用都是修复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皮肤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嘛 然后熬夜容易斩斗啊,容易皮肤出现一种这样那样的状况啊 然后用它的话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维稳以及修复的工作 它里面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了 就真的,各种网红,各种博主对我分享过它里面的成分 它们的精华,它怎么样使用会更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一下 所以在我这里的建议呢 如果你是一个预算足够且皮肤敏感 但是不那么着急想维护它,修复它的话 你买小中瓶就适合 因为它的话是一个能够慢慢的维稳你的皮肤的一个产品 并不能做到什么神药啊,一下子涂了一个信息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 长期坚持使用下来的话还是有一定修复的效果的 这个是真的值它的那个价格的 毕竟这一瓶将近一千多块钱了呢 有下贫穷的泪水 对着哦 然后一个呢就是爱尔博士他们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和我之前分享那个小中瓶的话 评价相似版 注意我说的是相似版 而不是评价替代 因为它的话是一个前导精华润并不是一个精华液 但是的话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就是非常适合学生的了 它的话是一个真空包装的设计 就是用多少出多少 这样的话也会比较干净卫生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过多的细菌以及空气进入到瓶子里面 从而导致一些火性成分的失效 它里面的话是添加了3%的阿列酱母厂户 能够很好的修复我们熬夜乔次的肌肤 就知道阿列酱母的话是很多大牌里面都比较喜欢用的成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质地 它的质地呢是属于这种凝露状的质地 呈现出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稍微闻一下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浓的香菌和色素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关都感觉有点奇怪的样子 是不是接近我又该换灯了 里面添加了三重大脚分子的不尿酸 吸收真的是超级快 你看稍微磨两下差不多就吸收了 对了他们家的产品呢是山东尿科医院研发的配方 所以就是敏感剂也可以放轻使用 它的质地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清爽的 我一般的话是在截面先使用这个精华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护肤 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吸收效果啊 会比之前没有涂这个精华要好一些 然后呢最后一样产品就是你们最担心最担心的一样产品 对就是熬夜脱发 就不知道你们脱发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就结合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我的话是指那种你一旦做续不规律 你一旦熬了夜 一旦吃完非常油腻的东西的话 我的头发就会开始掉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 去医院检查 医生也说啊没有什么问题 稍微注意一下休息就行了 虽然我还没有涂每一次 Tony老师给我剪头发的时候 都说我头发很厚 但是我的额头大呀 然后前段时间我们是说到欧莱雅的这个精华吗 这个精华的话 我真的跟你们讲 最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往 王者荣耀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跟他们连线 我都要给他们安利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真的对我来说 这真的有用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你们可以在当中里面跟我说一下 然后它还有一个成分的话 后面有说是一个合手屋的提取物 有竹树的提取物 还有柠檬酸辣的提取物 对我的头发你看 这边还长了一点点细小的绒毛 然后有一个重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就是你使用前的话一定要摇一摇 因为里面的话不知道是有中药还是什么 里面底下的话会有一点点沉淀 然后我个人的习惯的话就是把它摇起来会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它这个官方宣称的话是能够帮助促进头皮的活力 润泽并且强韧秀发 让秀发更加的丰盈 然后也是经过测验的 测验的就是亚洲的头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既然能够弄我长头发 我觉得有点奇怪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陆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